淳朴平淡却体现细腻情感 要跟中国传统的这个文论的审美 和精神追求有这个关联 用慢生活去唤醒自己 心里面所一先的向往 枯燥反复却积淀心思绿练 民族性他是根了 这个屏幕他是魂 那种气愿长不制造出来 这都是需要想象的 结缘成传 会成生生不息 需要有责任去承担这种 文化的复兴传承的工作 这些走过历史的古镇 安亭 南详 四京 青村 朱家角 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有它的历史源源乐 这种文化的气息 因水而生 因水而兴 文脉相传的故事将一一呈现 小镇故事多 周四晚上十点半 星空魅士